Hello,大家好,我是老Y,2022年一开始,哈萨克斯坦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了,和我之前说过的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难民危机一样,因为哈萨克对我来说相对陌生,所以这新闻也令我很感兴趣。 从2022年第二天开始,哈萨克从一个地区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逐渐蔓延到全国大多数的城市,到了1月5日,不少地区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使用强硬的手段去镇压抗议人群也让活动开始暴力起来,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市长办公室,最终也被抗议者一把火烧了。 哈萨克人对自己政府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是非常高涨,虽然说这一次的抗议活动是因为国内的软料价格飙升,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线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在继续说哈萨克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哈萨克这一个中亚国家。 哈萨克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也是中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哈萨克的人均收入为9000多块美金,只比马来西亚逊色一些哦。 哈萨克是世界第九大的国家,但是人口只有1900万左右而已,比马来西亚的人口还要少。 当苏联在1991年解体的时候,哈萨克宣布独立了。 虽然哈萨克被官方定位为一个民主、世俗、单一制的国家,但是哈萨克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专制国家,因为哈萨克国内并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也缺乏政治自由,总统也是认命制的,并非人民直选。 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一样啊,哈萨克也有一个干了很长时间的总统,他的名字叫做纳扎尔巴耶夫,呃,名字很长啦,我称呼他为老纳吧。 老纳在1984年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啊,苏联甚至都还没解体哦,可以想象老纳统治了哈萨克多久。 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啊,老纳的统治也是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的。 他的雕像遍布整个哈萨克,连本来名为阿斯塔纳的哈萨克首都,也在2019年改名为努尔苏丹。 而努尔苏丹这个名字啊,就是老纳的名字了,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不过呢,老纳在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下台了。 虽然老纳下台了,他却亲手挑选了他的继任总统托卡耶夫,呃,我称他为老托吧。 所以说啊,即使老纳不再是哈萨克总统,但他在哈萨克的影响力啊,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哦。 他甚至还保留着国家领袖的头衔。 而这一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的就是他了。 哈萨克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油,用来做核电厂软料的油。 哈萨克的油产量啊,占了全球40%,专门出口给美国啊,还有其他西方国家。 中国也有,哈萨克也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哈萨克本身也是OPEC的成员国,国内有接近300亿桶的石油储备量,是中亚国家之中最高的。 照理来说啊,一个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它的燃料价格通常都会相对便宜。 但是呢,哈萨克的政府啊,取消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限,导致燃料价格飙升,连带消费价格也跟着飙升,进而导致了这一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尽管哈萨克的现任总统老托解散了政府,但是呢,抗议者还是不肯罢休啊,因为哈萨克人明白,即使政府解散了,即使前任总统老纳下台了,只要问题的根源得不到解决,哈萨克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老纳下台后的这三年啊,许多哈萨克人依然对国家的改革啊,生活水平啊,还有公民自由受到限制,感到痛苦和不满意。 哈萨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2015年边开始恶化了,近两年的疫情更是让哈萨克的通胀率飙高。 所以说啊,哈萨克国内的软料价格上涨并不是哈萨克人走上街头抗议的主要原因,它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啦。 这和资历在2019、2020年的示威一样哦,当时的资历人表面上因为地铁的票价上涨而上街抗议,实际上是在对生活成本增加以及贫富差距做出控诉。 为了镇压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以及重新控制阿拉姆图,哈萨克总统老托啊,请求盟友俄罗斯出兵帮忙。 由于俄罗斯和哈萨克啊,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就是CSTO的成员,普丁派出了散兵帮助老托镇压这一波抗议浪潮。 其他成员国如白俄罗斯啊,亚美尼亚啊,以及其他名字有斯坦的国家的部队啊,也会加入。 帮助哈萨克稳定局势。 呃,其实呢,哈萨克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哈萨克人要求真正的改革,要求地方州长直选,要政府停止迫害公民活动人士等等的诉求。 当然啦,哈萨克政府依照惯例标签这些抗议活动为恐怖主义啊,境外势力啊,西方势力煽动等等。 这些老调牙的论调啊,是独裁专政的政府最爱用来做借口的。 但是呢,整件事最精彩和吸引人的,是几个大国在背后的角力啊。 这些大国都想在中亚这个版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最主要的当然是俄罗斯啦。 哈萨克总统劳托这一次的领导力弱化啊,将导致哈萨克必须更依赖俄罗斯。 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啊,将会变得更巩固。 而这也展现了普丁在这些前苏联国家的霸权地位。 而且呢,普丁也对这一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啊,非常反感。 因为啊,他担心这些抗议活动会煽动自己老家的反对派啊。 在2014年,乌克兰所谓的叛乱者啊,便推翻了乌克兰的亲俄政权。 结果呢,俄罗斯一气之下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 嗯,所谓象装武剑意在佩弓,普丁这一次的出兵援助哈萨克啊,有可能就是意在乌克兰了。 普丁一直认为美国和北约在利用乌克兰将他们的军事活动扩展到俄罗斯的边境,这让普丁很不爽啊。 因此呢,普丁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啊,部署了10万名士兵。 美国和俄罗斯也刚刚进行了一次安全会谈,但老实说啊,不会有太多人对这一次的会谈抱有任何希望,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普丁也一直认为啊,俄罗斯在这些前苏联国家拥有特殊的地位啊,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话,类似哈萨克今天的那些鸟事啊,将会不断发生。 由于这些前苏联国家的经济通常都是停滞不前啊,领导层又腐败,也缺乏民主自由,所以总会发生人民上街抗议的活动。 这些危机都削弱了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因为它们都会变得越来越亲西方,例如乌克兰啊,格鲁吉亚啊,还有摩尔多瓦等等的国家就是这样子了。 中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啊,中国和美国争夺利益的对象,而俄罗斯在过去啊,也的确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些国家都和俄罗斯有着某种程度的密切关系。 至于美国嘛,它也不是不想保持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美国曾经希望在哈萨克等等的中亚国家促进民主自由,但自从去年啊,在阿富汗糟糕的撤军计划后,美国的重心已经从中亚转向亚太地区了,因为美国必须把专注力放在另一个大国的身上啊,嗯,那就是中国啦。 因此呢,这一次哈萨克人民的抗议活动啊,美国其实并没有太过关切哦,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过啊,俄罗斯出兵支援哈萨克是属于一种请神荣誉,送神难的情况。 那这一次哈萨克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啊,是谁在背后和俄罗斯角力呢?当然是伟大的祖国啦,中国。 中国在哈萨克有很大的利益存在啊,中国和哈萨克的贸易总额为210亿美金,比起俄罗斯的100亿美金和美国的20亿美金都要高很多啊。 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在所有中亚的领导人之中,哈萨克总统老托和中国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 老托除了会说中文,当年也担任过苏联驻北京的外交官。 中国和哈萨克有着一条超长的边界,大约1700多公里长。 最重要的是啊,中国西北部这里,也就是新疆,有着不少哈萨克族人。 哈萨克这一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所带来的不安情绪啊,中国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了。 去年阿富汗掉入塔利班的手的时候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曾经想要在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最终呢,还是俄罗斯提供了更大的军事支持啊。 虽然中国和这些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都是一个叫做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但这一次哈萨克要求援助的却是由俄罗斯主导的CSTO。 而中国并不是CSTO的成员国啊。 由此可见啊,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还是比中国更胜一筹。 虽然中俄两国在中亚影响力的角力啊,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的中国担心苏联会吞并新疆嘛。 但是呢,到了今天,中俄两国在一些核心利益上啊,还是会给予对方自由的。 例如中国不会挑战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和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 而俄罗斯也接受中国用贸易和投资,增加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力。 中亚是中俄的后院,所以这两国在这里啊,有着一种不用说出口的默契。 那就是俄罗斯负责这一块区域的安全工作,而中国就负责这一块区域的经济发展。 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是呢,俄罗斯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派出几千人的军队去援助哈萨克。 这是中国目前做不到的事情啊,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这区域的军事地位仍然处于领衔的地位啊。 也因为这样呢,中国意识到自己在中亚的经济投资是有多脆弱啊。 中国花了几兆美金打造的一带一路,路径哈萨克,为的呢,就是要在中亚实现多元化,以及摆脱俄罗斯主导的局面。 但是啊,原来一旦这些地方发生任何危机,俄罗斯的出兵速度是可以如此迅速的,一条如此重要又花大钱打通的运输和贸易的道路啊,就这么轻易的让俄罗斯控制了。 也就是说呢,中国在中亚的投资,某个程度上还是要依赖俄罗斯的军队。 所以说啊,中俄虽然在中亚地区有着某种默契,大家都给予彼此某种程度的自由,可是呢,暗地里的较劲啊,从来不曾消失过。 当中亚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啊,两个大国自然可以谈合作了,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啊,中俄也将重新展开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争夺。 当然了,在经济上,中国肯定是占上风的,但是呢,军事影响力方面,我相信俄罗斯还是更胜一筹。 未来的几年啊,中国很可能会在军事以及安全事务上和俄罗斯展开竞争。 例如,近几年中国就增加了对几个中亚国家的武器供应。 但俄罗斯的驻兵啊,遍布中亚,例如塔吉克斯坦啊,还有基尔吉斯斯坦,都有规模不小的俄罗斯驻兵。 虽然这些中亚国家对曾经殖民自己的俄罗斯依然保持警惕的态度啊, 但比起警惕俄罗斯,中亚国家更怀疑中国,也更恐惧中国。 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的压制啊,是主要原因。 中国在中亚,尤其是在哈萨克的形象,也因此相当有争议性。 无论如何,在中亚这里啊,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非常希望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减弱。 但个人觉得啊,中俄与其担心这一点,不如担心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乱搞恐怖活动更为实际啊。 由于哈萨克的危机还在上演当中,一些更新的资讯啊,我就来不及细说了。 例如俄罗斯派出的军队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要撤离哈萨克。 中国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到也希望可以援助哈萨克等等,在这里就跳过不说了。 但这一次哈萨克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啊,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喜欢看我节目《歪铁骑》的哈萨克人。 我还因此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呢,虽然我不清楚到最后他有没有收到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就是住在努尔苏丹的哈萨克人,也因为他懂中文啊,所以他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在这里呢,我希望他一切平安啊。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 离开前也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还有我的副频道《歪铁骑》也顺便订阅一下哦,新影片即将要来咯,应该是在农历新年之后吧。 加入频道会员或Patreon,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有兴趣的话就考虑支持一下吧。 连结都放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 至于那些不喜欢我的,就把我拉黑吧。 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我们下一个星期天再见。